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激烈战斗 大破之 和春的逃往途中自一而死 其都张国梁则落水身亡 天经之围宣告解除 获胜后 太平军城市东城苏州 长州建立苏南根据地 作为天经之屏障 此时 曾国藩 吴林义 则趁着太平军主力 调离安徽之千代梁迹 派曾国权 彭玉林 杨在福 豹超 李旭宜 多龙阿等战将绿水路两师进犯安庆 实施东征计划 陈与陈文迅 立刻率军返回 与湘军在此展开历时一年万的对决 由于无法突破曾国权铁桶战术 安庆最终陷入乡军之首 首将叶云来等一万六千将士战死 大本营安庆丢失后 陈玉成受到天王谴责 连英王爵位都丢了 只好请命去镇守完美战略要地卢州 不 或 当时卢州已经是一座孤城 周围都是清军 陈玉成到达卢州后 立刻遭到多龙阿军困围攻 城外营雷军告陷落 两道断绝 外援全无 此时 陈玉成疾病乱投医 他选择相信 摇摆分子苗佩林之诺言 前往寿州 可惜却遭到逮捕 而后被送往圣堡军营 受灵池而死 这就有意思了 苗佩林这家伙压根不靠谱 陈玉成自己也知道 为何他非要去试一试呢 当时 中网李秀成手握百万雄狮 在苏长混得风生水起 为何陈玉成不向他求决呢 要知道 他俩均是天国的顶梁柱 而且还都是滕县人 是绝对的老乡 李秀成在自述时说 他家与陈玉成家是上下屋 是老熟人 对于这问题 也许很多朋友会说 因为两者距离太远 远水救不了近乎 就算李秀成想救援 也是力不从心 当时 李秀成军团在苏州大本营 这距离陈玉成困守的卢州沽城近几百公里 沿途各城持有 都在清军控制之下 此外 当时左宗唐储军 李鸿章怀军 这两支新组舰的武装 又勾结洋枪队活动于华东一带 威胁着苏南根据地安全 正因为如此 陈玉成才不向李秀成求援 这是从太平天国的大局着想 其实 此种观点压根站不住脚 中盟李秀成军团实力强大 号称百万雄师 实际兵马估计也有四十万 退赴当时左宗唐 李鸿章尚未成规模的武装力量 并无太大压力 况且 左宗唐当时在江西 李鸿章则还在安徽招兵 都还没开始东征 反之 李秀成则正在扩充地盘 往上海一带发展 其实 陈玉成宁愿求助于不靠谱的苗佩林 也不愿意向老乡李秀成求援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陈玉成对李秀成彻底失望 不认为他会来救自己 既然如此 何必自讨没趣呢 一起看一下 1856年9月 天津事变爆发 东王杨秀卿死于非命 太平千国失去了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 各大将领拥兵自重 地盘意识浓厚 只希望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被别人抢去 哪管他人过得怎样 所以 太平天国后期在没有最高军事指挥者之情况下 若想组织一场大规模会战 就看将帅们之间的感情如何了 若是够兄弟 那对方有难或者有需求 那另一方也会竭尽全力地给予帮助 那么 陈玉成与李秀成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铁不铁呢 答案是 前妻很铁 这两位老乡经常相互帮助 一起合力摧毁江北大营 江南大营 还取得三合大截 全间李续斌布乡军六千精锐 战果相当辉煌 不过 摧毁江南大营后 李秀成与陈玉成这两位老乡之间就闹矛盾了 主要是因为地盘问题 双方均有对错 但李秀成错更多 摧毁江南大营后 陈玉成与李秀成挥施东征降苏 浙江 连克苏州 常州 吴溪 于航 吴溪 占据大清东南财富之地 此时 陈玉成打算将苏南作为自己地盘 于是 在苏州 常州建造英王府 而李秀成对此大为不满 因为他也想占据这里 为此 李秀成一方面减轻赋税 发展生产 建立基层政权机构 争取民众拥护 另一方面 搜刮当地财税 主要是清朝官府的金银珠宝 送给天王 打政治牌 此外 纵容部下与陈玉成英殿人马闹矛盾 并视对方为野长矛 后来 乡军进攻满庆 陈玉成回师救援 李秀成豪夺长州 将陈玉成势力完全赶出苏南 陈玉成毕竟地盘大 李秀成此时夺取苏南 他虽然不满 但也还可以容忍 还想继续合作 供谋大业 陈玉成是这么想的 但李秀成却未必 现在他实力有所增强 不希望继续帮英王打替补 自己要独当一面 所以 当安庆战场吃紧 陈玉成向李秀成发出求援时 李秀成便找借口 苏省未定 民心未服 拒绝派兵西征解救安庆 因为这是陈玉成的地盘 不关自己的事 为此 陈玉成直接回到天津 请求红人干出面做思想工作 李秀成勉为其难的大营帮忙 可是 当陈玉成出征时 李秀成却在江西兜一圈 尽量扩充兵马 压根不配合攻取武昌 西野将军回援 从而解救安庆 陈玉成在黄州等不到李秀成 于是 率主力直接回援安庆 与曾国权大战 却因各路将率不配合 屡次失利 而李秀成呢 从湖北回来后 直接去苏南 压根就没参加安庆战役 几十万大军在华东休养生息 以致陈玉成惨败 所以 陈玉成退守卢州时 对李秀成可谓是彻底失去了信心 压根没指望他来救 也就没必要再发出求援信 免得难堪 不过 他却偏偏信了苗佩林这墙头草 估计是走投无路 急并乱投医 要么是年轻单纯 上当受骗了 各位说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下面的 program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Platinum